歡迎加入國會生死鬥 我是鄭凱中 這次的區域立委選戰 有非常多的精彩激戰區 很多藍綠戰將的人物特色 都很鮮明 而且政治攻防也有亮點 像是台北市第二選區 社林大同 絕對是其中之一 因為這裡上演了雙議員對決 游綠營的王世堅PK 藍營的游淑慧 那一開始他們兩個人 可是相敬如兵 游淑慧說 這是場淑女戰身事 而王世堅則調侃 自己是美女對野獸 先來看到 現年63歲的王世堅 擔任過六屆議員 那又轉戰過立委 去年九合一選舉 王世堅是以最高票 連任中山大同議員 後來選擇投入了 2024的立委黨內初選 跟現任的立委何志偉 上演了監委大戰 最後是王世堅出現 至於對手游淑慧 也是擔任兩屆的現任議員 那由於他的議員選區 是在內湖南港區 所以原本游淑慧跟李燕秀 他們在藍營的黨內初選 廝殺當中 不過後來 侯友宜出手協調 勸退了游淑慧 禮讓給李燕秀 如今他是跨區轉戰士林大同選戰 游書會坦言是困難的決定 為什麼呢 因為王世堅的搞笑風格 讓他在全國的知名度 其實相當高 被稱為了科學家 又自稱是大顆黑的他 現在說要挑戰當講師 就是劍職市長蔣萬安 那不僅如此 王世堅在地方深耕二十年 實力雄厚 再加上士林大同區 一向是被認為是綠營的票倉 所以藍軍要突破 可說是困難重重 那這一回呢 就調來了騎兵應戰 第一兵翻轉 游書會說 戰士沒有選擇戰場的權力 投入選戰之後 勤走地方要撕掉空降的標籤 而社子島的議題呢 也成為這個選區的攻防焦點 像是王世堅就要求市長蔣萬安 在社子島開發完成前 停徵地價稅 那游書會則認為 社子島未來要不要區分為 原住戶跟後來的投資地主 應該要審慎評估 接著再來看一下 這個選區過去的得票率部分 2016年民進黨派出了姚文治 是以59.29%贏過新黨 潘怀宗的36.43% 那到了2020年 民進黨改由何志偉出戰 得票率62.87% 那國民黨呢則是提名的孫大謙 但是只有百分之三十四點九一 這場選戰民進黨王世堅 在地方上有相對優勢 但是國民黨也並非完全沒機會 游書會立拚突圍 選戰倒數 一個月雙方繼續廝殺 吃飽了沒 穿暖一點 握手排排背 希望和選民再靠近一點 游書會跨區選立位要先被認識 不管是2018第一次選或這一次 我都有一點緊張 因為我們很怕在路上 人家就說 我都看過你一次啊 你還不認得我 從內湖南港轉戰士林大同 游書會每天花八小時 泡在新選區 香草熱選情 但對手王世堅冷戰一對 希望不要跟我正面交鋒 把他選情打熱 一開始我就說 我覺得我比較像是一個人的武林 在嘲笑的時候 侯友宜不敢辯論 那我就說你不要笑人家 你也不敢跟游書會辯論 我並沒有把游書會議員 當作我選舉的對手 因為他是我議會的同仁 兩人都是市議員 當王世堅出身大同區 當選五屆該區立員 一屆立委實力雄厚 這回選舉很低調 市場敗票 只選週末 也很少聯繫媒體 不要去刀倒到攤商們 跟採買的民眾們 所以我這個部分 我一向都不發媒體 我覺得民意代表應該是怎樣 應該你不去騷擾民眾 但是民眾知道你在哪裡 就是說我讓你隨時找得到 我們的選舉到市場 我一定是請何志偉委員來幫忙 你抽麵包 這樣啊 還在邀請他 你還在邀請他 日前立委登記 王世堅何志偉碰頭 氣氛尷尬 黨內初選搞到傷痕累累 十五年前也是立委黨內初選 王世堅對蕭美琴 當時爆發中國情事件 不少人把賬算在王世堅頭上 隨著蕭美琴成為當紅炸子雞 往事很難不再提 種種內傷怎麼修補 那麼這完全跟我無關 那是非常光碟事件 美琴女士她的心裡面 我都是一個痛 向美琴女士 致上我最高的建議 市林大同是傳統勝率選區 近十年來總統市長立委選戰 都由綠營拿下 民進黨內的紛爭 幾乎沒對選舉 奏成致命影響 現在只要在臺灣不滿政府 都要被進行尋查或監控嗎 被監控著 沒有一個是民進黨籍 面對不利局勢 有數會哪有議題哪裡去 聯合藍營小吉打團體戰 和民眾黨跨區互助拉票 希望增加和王世堅對壘的資本 都更是針對一般民眾 然後動軟是針對跟我一樣的女生 然後低薪問題 是針對現在很多年輕人 我常常開玩笑說我是普二代 普通人的二代 一起解決我們遇到的共同問題 我覺得這是從政的意義 當民之急 地方建設的部分 第一點 社子島立刻開發 第二點 針對楊明山 長期以來的境界 宣建 我認為現在因應政治情勢的不同 那應該做適度的一個開放 王世堅曾戲稱是林大同 這場選戰是野獸與淑女的競爭 標題曾經很吸睛 然後野獸就不理淑女了 一個發展還不想 各自靠自己的招